霸氣伸手勾住脖子 隔著保鮮膜安全之吻 飾演新版二作劇之吻 《江直樹》的李玉璽 以及詮釋向月琴的《無星題》 重現劇中速東橋段 引起台下觀眾尖叫聲四起 面對許多前輩 成功演繹這位經典漫畫人物 李玉璽表示 雖然感到很大的壓力 尤其網友評論她太醜 醜到劇看 但她會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詮釋 還特地為戲創作 演唱片頭片尾曲 果然這位新版的江直樹 在罵人方面毫不遜色 嘲諷女主角是世界上 最微不足道的雌性人類 更以最小粒子菲米 形容向月琴 腦容量太小 第一集就遭遇悲慘命運 房子崩塌成為受災戶 無星題彈起她飾演的向月琴 認為兩人個性如出於车 都很容易出糗 個性迷糊藏不住情緒 经常被李玉璽捉弄 每次都被嚇到放声尖叫 雖然事過反擊 躲在廁所門口想嚇回去 但李玉璽的反應非常淡定 完全沒有整人的成就感 根本不是男生的對手 好可憐 好可憐